大家好,今天分享的是《我最好的一场戏》,作者周星驰 母亲与父亲离异那一年,我才七岁 我和姐姐周文基,妹妹周星霞一同判给了母亲林宝儿 在1968年的香港,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讨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 为了维持生活,母亲一人打了两份功 我们几个都特别乖巧懂事,这让母亲很宽慰 尤其是我,由于成绩十分优秀,最得母亲钟爱 那时,我们三个孩子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所以不管多么困难,每个星期,母亲都要撑点肉或买鱼给我们夹餐 每当吃这些丰盛的大餐时,菜一上桌,我就把菜端到自己的身边 拴挑好的吃,姐姐妹妹却懂事得很,从不和我争 但是我的饭量很小,吃了两块就吃不下去了 然后我就开始胡闹,总还要捡两块,放在嘴里搅两下,再吐到碟子里 我嚼过了的,姐姐妹妹哪还肯吃啊 为了不浪费,母亲只好自己吃 为这事,母亲没少批评我 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 好在我别的方面表现都很好 日子久了,母亲就随我了 小孩子嘛,哪有不顽皮的呢 可是有一次,母亲真的生气了 并狠狠地教训了我一顿 那一次,母亲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好不容易从娘家弄来了一些钱 买了几只鸡腿,烧得金黄喷香 菜刚上桌,我就小猴似的爬上桌 一边用手抓起一只鸡腿啃 一边冲着姐姐妹妹做鬼脸 一不小心,手一划,鸡腿掉地上了 斩满了尘土,落在了一堆鸡屎旁边 母亲又是生气,又是心疼 买这几只鸡腿容易吗 再想想我平时的顽皮表现 母亲取过一根桑树条 狠狠地抽了我十几下 让你顽皮,让你不知珍惜 直到姐姐妹妹扑过来 把我护在身体下面 母亲才放下桑树条 搂着我们三个抱头痛哭 哭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吃饭 母亲把鸡腿捡了起来 用开水冲洗一下 舍不得扔,自己吃了 那天晚上,母亲扶着我身上的伤痕 还疼吗?不疼了 下次还调皮吗? 黑暗中,我眨着亮晶晶的眼睛 秉兮兮地笑着 睡吧,妈,明天我还要上课呢 2001年,我和母亲做客凤凰卫视时 又说起了这件往事 是啊,那时她可真顽皮呀 全部知道这饭菜来得多不容易 一点也不珍惜 母亲笑容慈祥 不,妈妈,我懂得珍惜 我接过话茬,声音开始哽咽 您想想,我要不是把鸡腿弄到地上 您会舍得吃吗? 那几年里,有什么好吃的 您全给了我们姐弟 您成天就吃咸菜呀 于是,我们才想出这办法 我把几块肉嚼得不像样后 我们就有借口不吃了 只有这样,您才会吃啊 听了这话 母亲情绪变得激动起来 其实,我早该想到 你这样乖巧懂事 怎么偏偏吃饭这么顽皮呢 母亲哽咽着 掏出手绢,擦眼睛 我挂着两行泪水 满面微笑 在亿万观众的电视面前 我们母子抱在了一起 无数的观众也在这一刻流下泪来 虽然演戏无数 但是我要说 我最好的戏是在七岁那年 演绎的是一份血浓于水 骨肉相连的挚爱亲情 唯一的观众是我的母亲 好,刚才我们分享的是 我最好的一场戏 作者周星驰 请点击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